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时代足球总会万国杯足球赛 金杯的决赛 新波对新风FC的赛后精华 先开球是穿着螢光色衣服的新风FC 而紫衣服的就是新波 这路蒙球开出来 落了新风脚下 拳上去分过右边 几空下的 尼脚转射过去 新波换将 立即拿着脚把球挡走 球球强度就很够了 可惜差点 这边继续见到也是新风的攻势 拳上给后赏队友 再拖上去 禁区里面有队友回后 禁区顶 再射就越迷越过 看看球怎么 扔进去 拿出来 都是回后 你最软射 是不是 原来不是你 是传送你 再逗中间 一射过去 又被新波门将挡走 这个攻势很流畅 可惜过不了新波门将 这边 右路推准来自新波的攻势 推下推下 团在左边空晒的 苗猫远处 借到死角入网 新波打开记录 领先1比0 入球的就是任国德 看了几头新风攻势 一见到新波攻势 就有见钟 这球传得很通透 有没有觉得 通透了 本身出来封 都封不及了 地下死角 远处入网 之后这边新风 FC 落后一球 怎么做呢 直线 传入禁区里面 回后一点 初脚再射上去 立即做timing记录 新风追回一球 1比1 提手 入球的李爱轩 这里 都是很善用他们的战术 全入禁区 找支点 再回后 今次找到李爱轩 又是射转处位置 比赛要重新开始 双方暂时1比1平手 之后这边 得住位 立得回球 过了两个 回后 被后翔队有一射 抽高了 个人突破很精彩 射了一脚 劲度都够了 可惜也是欠缺少少 来到下半场 紫三的新球开球 这边看到新风FC 团队中间 左边有队友的用不用 选择中间一个 今次不回传 自己转身射上去 柱边出界 大球扔进来 一脚一转身一抽 世界波 这球 有距离的赤门 当新风FC射到2比1 入球 走中天 图程多远下 这球 一脚转身 过了就抽了 之后 这边 引球推进 两个紫三迫逼他 拿着球 底线 全方向来 空拢的了 怎样做 空拳 再控到脚的时候 慢了 对手已经来到了 刚刚这球浪了少少 面对空拢 这边分过右边 两个新风球员 迫逼 传到中构 就像助攻 那样 门将就立刻说了 有没有搞错 这样传到中间 之后 这边 看到新风攻势 好 分到小禁区顶的位置 门进一挡 之后 带有一个门前的机会 可惜 新风FC 继续都是见到新风的攻势 冰柱队有几空下 给到 破亭即射过去 因为要远处有 可惜人是差点点 我想一个球位左右 柱边出界 新波直接扔球 这球好像没什么位置 这个时候 球证都出现了 就有新风FC 2比1成出 这个是下头的位置 好